平昌冬奥会正式闭幕 按照惯例 奥运会的闭幕仪式 为下一届主办城市 留下8分钟的表演展示时间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 北京8分钟 就是由下一届冬奥会的主办城市 北京所带来的文艺表演 以此向诗人展示 无与伦比的新时代中国风采 发出相约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邀请函 标志着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周期 北京8分钟 昨晚惊艳亮相 为观众奉上了高科技的交接演出 短短的8分钟 来自中国的表演团队 不仅综合运用了滑轮演员 地面投影 动态视频和玩偶等表演元素 还首次使用24个隐形机器人参与表演 以此展现出冰雪运动和中国文化的特点 完美地诠释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 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精神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视频画面出现 欢迎全世界的朋友 2022年相约北京 这次平昌冬奥会的闭幕仪式 北京8分钟的导演是张艺谋 张艺谋说表演是通过现代方式来演绎 有两个特点 一是人工智能参与 人工智能和演员一起来完成表演 二是通过互联网和中国人的一个互动 向世界发出邀请 当晚许多观众都表示 北京8分钟实在太精彩了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为了这短短的演出 中国参与者表示 他们在北京封闭训练了近三个月 每天至少要推着800斤的道具 来回走上千米